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他的发现与重庆一位普通的搬运工有密切关系 时间回到1998年8月 重庆武阳镇在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下进行发展建设 当地利用特殊的丘陵地形大力种植草药 当地村民迅速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武阳镇村民王草药便是其中的一位 老王对于自己种植的草药十分上心 每日总会早早地上山进行管理 由于重庆近期突降暴雨 老王意识到山上的草药一定十分新鲜 于是他一大早便来到山上的草药园进行采摘 就在老王兴高采烈的采摘草药时 一扁突生 他采药的附近突然发生了山体滑坡 精致的老王果断扔下药篓 远离自然灾害 最终他十分幸运地躲过被活埋的风险 当老王平复下激动的心情 他突然发现山体滑坡处 惊现一块神秘的石雕 这块石雕上面的图案十分诡异 他立即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传说中的罕见国宝 为了保护考古现场 老王回到家后紧急联系重庆文物局 专家得知老王发现国宝石雕的消息后 欣喜不已 他们在老王带领下 火速赶往考古现场 专家看到石雕后 立即对老王保护文物的行为进行口头嘉奖 随后专家对埋在淤泥中的石雕进行紧急挖掘 当完整的石雕展现在专家面前时 他们一度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专家贫富心情后 此乎乃是千年罕见的汉代国宝 乌阳石雕 专家对这件国宝进行详细记录 这件文物有7米多长 重量高达惊人的10吨 石雕上面雕刻着猪雕 白虎 以及青龙等上古图腾 经过专家严厉考证 此物为现存的汉雕中 年代最早保存好的地表建筑 也是为数不多地通过考古发掘而复原的汉代石雕 绝对古代建筑和墓葬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专家将汉代国宝拉回三家博物馆 最后给老王申请特殊奖励 本期的寻春秋到此结束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